台大后门附近的一家便利商店上星期遭小偷光顾 一名男子顺手摸走了装着14万元现金的一个纸袋 那么超商事后也立刻就把监视器画面放到网路上 结果呢不到五天时间警方宣布 他们根据民众的检举已经埋伏抓到小偷了 而且发现他是一名假借留学名义来台湾打工的越南人 外表斯文今年才23岁 他就是在便利超商里顺手牵羊的越南籍软性男子 来台湾已经三年几乎不会讲中文 当初却是以留学名义入境 该软性学犯是76年次以假留学真打工的名义来台 18号下午嫌犯走进超商原本打算买饮料 却见到店员将前一位顾客的代收现金大喇喇摆在桌上 他贪念一起就这么不动声色的一抽再抽 把装着14万元的现金袋摸进侧背包里 临走之前还不忘把没结账的饮料 从容的放回原地 伸出第三只手的过程全被记录下来PO上网 警方根据民众线索埋伏逮到小偷 也及时在他的住处发现赃款 男子偷窃处罚还被发现非法拘留 来台滔金不成 现在得面对异国法律制裁 民事新闻陈昭成卫宇台北报道